我们今天晚上的大决策 就会给我们的决策 然后我们会给我们的决策 无风不起浪 柔州撤换大臣谣言传了几天之后 敦马也亲自证实 柔州大臣奥斯曼·沙比安递交辞呈 对奥斯曼的离职 来听听新洲日报 柔州高级采访主任赫婉密如何解读 这个事情可能并不是突然间 而是说时间点是在哪一个地方而已 因为当初西蒙的政府执政了柔州之后 就宣布说委任这个奥斯曼·沙比安 作为柔州大臣 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面都觉得说 奥斯曼应该就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一个人物 只是说这个时间点会发生在什么时候而已 其实我觉得说不能够讲公跟过 因为毕竟他在任的期间还很短 还不到一年 他前半段的时间他并没有很高调 因为他也在适应着整个政策的事务 所以你说公坦白讲 他还没有很明显的事迹 那么同样的 你说过坦白讲 假学历这个风波的话 确实对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为你身为一周的大臣 你在这个风波一开始的时候 你却没有马上站出来 澄清说 其实我并没有完成这个学业 你并没有马上澄清 那么你让这个问题去发掉 其实这个其实已经对他的整个形象 相当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再加上这个金金河污染事件 发生的时候 他跑去巴旦岛 这个事件的话坦白讲 也会让很多人产生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疑问 哪怕这个事件发生前 就已经安排好的行程 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派代表出席 而且尤其是在州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 而且尤其是有关当局 已经把它评断为 这个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 发生过最大的一个污染的一个事件的话 那你在这个时刻还到外国去 去进行你的行程 其实确实是不妥当 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如果你把贾学历跟金金河的这个事件 当成是一个过的话 那它是过 但是在于我来看 可能它是失误 还不叫做过 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显著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更换 我相信对于整个西门的结构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每一个州情的议员的话 他们都有在扮演他们的一个角色 那么大臣就任的时间没有很长 所以还没有发挥决定性的角色 比较大的影响可能是观感的问题而已 我所谓的观感 就是说沦为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 因为它在一个突然之间换的位置 肯定会引起了很多的踹客